初春钓鱼选不对天气就很难保护 虽说现在已经进入了春季 但是气温仍然很低 这个时候想要钓得多 就必须要选择一个好天气再初钓 一连续阴天 很多人会认为晴天初钓 雨情会好一些 其实不然 尤其是在初春和冬季的时候 这时气温较低 如果是出现了晴天 昼夜温差会比较大 要知道温差大对鱼类会非常不利 因为鱼是边温动物 温度变化大 鱼的胃口会变得特别差 而阴天的昼夜温差较小 水温较稳定 雨情自然不会太差 尤其是连续的阴天 暴护几率会更大 二 晤天当春季起雾时 近地面的空气流动减缓或相对静止 这个时候温度一般不会太低 且起伏不大 昼夜温差极小 在这种温度稳定的情况下 鱼的活跃程度较高 胃口自然也不会太差 并且雾天能见度跌 鱼的胆子会变得大一些 更感到近岸潜水处活动觅食 这无疑是降低了我们的垂钓难度 钓得多就不难了 三 降温之前早春的天气变化多端 经常会出现降温的情况 鱼类对天气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 在降温之前的一两天 鱼儿就会感知到降温的到来 这是他们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能 因为当降温来临的时候 鱼类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这段时间是不会进食的 所以鱼在感知到降温之前 会积极的进食补充能量来 熬过降温时的适应期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出调的好时机 保护的概率非常高